范冰冰姓名权二审?怎么发生的? 因陈永鹏在微博中发表涉及范冰冰与他人私人关系的言论,另在还有范冰冰的视频中加载自己微信二维码,范冰冰以姓名权,名誉权被亲为由,将陈永鹏及新浪微博诉至法院。 法院义审判令陈永鹏在涉案微博上向范冰冰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抚慰金级维权分离费用6.25万元。 陈永鹏不服,提起上诉。4月10日上午,义中院开庭审理此上诉案。 一审法院查明,陈永鹏以名为金领二月的新浪微博账号,于2017年3月14日至2017年4月24日期间,发布多篇针对范冰冰的微博,内容涉及捏造其与其他明星之间的私人关系。 另外,陈永鹏上次在范冰冰的采访视频中加载属于陈永鹏的微信二维码,将该视频呈现为。 以范冰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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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冰 微博的主办单位,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因为能对亲权文章采取有效措施,应对范冰冰名誉权造成的扩大损失部分承担亲权责任。 故将陈永鹏及北京微梦创科网络技术有限公司速至法院,请求汉领二被告向其赔礼道歉并赔偿相关损失共计34万元。 一审法院审理认为,本案中,涉案微博账户秦领二月的注册人为陈永鹏,陈永鹏使用昵称为秦领二月的新浪微博账户,于2017年3月14日发布微博,在范冰冰的采访视频中加载微信二维码,并在视频中改变生鬼,冒用范冰冰的名义。 邀请他人添加该微信账号为好友,该二维码中图像与陈永鹏微博头像一致,在无相反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可以推定该微信账号为陈永鹏所有上述行为构成对范冰冰姓名的盗用、冒用。 因此,陈永鹏所发表的相关微博内容已构成对范冰冰的姓名权的侵害。 同时,自2017年3月14日至2017年4月24日,陈永鹏多次发布针对范冰冰的微博,内容涉及与其他明星关系的不当言论,意在对范冰冰名誉进行恶意贬损。 因此,法院认定陈永鹏所发表的相关微博内容已构成对范冰冰的侮辱、诽谤,侵害了范冰冰的名誉权。 故意审判冰冰,陈永鹏在涉案微博上连续15日发布声明,向范冰冰赔礼道歉,支付范冰冰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即维权合理费用12500元,合计62500元,驳回范冰冰的其他诉讼请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